针对赖清德借访问太平洋岛国之机 所谓过境夏威夷 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持续谋独挑衅 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安全福祉 无论赖清德当局采取什么伎俩进行谋独操弄 都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和危害 甚至又甚处理台湾问题